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亮哥有看到這個電影嗎 我想這個電影裡面 大家討論度最高的 莫過於湯姆克魯斯 身穿的那個夾克呢 那個女主角比第一集醜啊 所以沒看 這個 因為之前就看了一些介紹 所以稍微了解劇情 是是是 這種 他就是在講那個飛機很特殊 那要去執行一個很特殊的任務 那要試駕一起出 然後那個飛行難度很高 那就是要去炸那個敵人的釉礦 釉礦工廠這樣 是 我覺得大概就在秀他的那個軍機 是 那個軍機大概就是速度非常快吧 然後要執行一個飛行難度很高的一個任務 對 這種騙其實 因為後來傳出就是騰訊本來要投資嘛 對啊 實際上他投資也不大啦 他總總金額只有1.7億美元 所以這個並不算很貴的片啦 說實在啦 那騰訊後來就覺得說 這個好像在耀武揚威的片啦 對 因為美國 尤其離美國沒有經過什麼情況 就去炸人家的 炸敵國的釉礦工廠這樣 這個好像是在預告那個以色列去炸伊朗這樣 就是有那個味道啦 所以騰訊後來想一想 還是不投資這樣 因為目前中美關係不好嘛 對啊 不過這類電影倒沒什麼啦 因為中國大陸自己也拍過啊 那個2017年中國大陸有一部片叫 空天烈 你知道啊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范冰冰的你不知道啊 當然這個亮哥看的比較多啦 對啊 空天烈你不知道 來來來來 喔 這是什麼 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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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天烈啊 也是有出現運20 還有那個殲20的戰鬥機啦 然後就有李承跟范冰冰 所以也沒什麼啦 這個每個國家對他先進的武器 那軍方覺得要讓國民知道嘛 就這樣嘛 是嘛要宣揚一番 不過呢當然就是 最爭議的就是這個夾克 有中華民國國籍 現在重現了 就有人就很嗨了 那華爾街日報是說 因為擔心跟一部 送揚美軍的電影扯上關係 可能引起中共高層震怒 因此騰訊就退出了 對於影片的投資 電影當中呢 美國他你知道 真的就是要宣揚 美國什麼都行啦 別人能不能不行 美國都可以 美國可以因為國家安全的考量 不用任何的合法程序 派出海軍戰機攻擊某一國核彈原料工廠 而現實國際社會 俄羅斯為了自身安全利益出兵攻打烏克蘭 可就馬上遭到美國或甚至其他西方國家的斥責了 所以有人就質疑說 所以別人都不行 只有華府可以這樣搞嗎 來 階大使 對 因為事實上 美國事實上 這個 你要說它是一個 自由表達言論的地方 事實上看起來並不是 你光看美國好萊塢的電影 其實它一直有一個 我認為不只是自我審查的標準 它有一個政府審查的標準 譬如說我們就講這次在第二集裡面 這個捍衛戰士第二集裡面 那麼我們中華民國國旗出現跟不出現的問題 第一集為什麼沒有 第二集為什麼沒有 那這個好萊塢它是民間機構啊 它跟政治有什麼關係呢 對 它要出現第一集就該出現了 那麼第一集把它拿掉 第二集 那你就看它這兩個片 第一集跟第二集 當時的政治環境是不同的 不同的 當時美國是非常恪守的 所謂一中政策 所以你看它這個一中政策 看起來好像它就是一個 政治上面的一個原則而已 事實上好萊塢照樣要遵照 那麼當然他們絕對不會說是 怎麼講呢 是被強迫的呢 那個第一集是1986的 1986的 所以你看 那個時候的時空條件 政治環境跟現在是很大的差別 所以那時候就不行 可是問題就是說 美國政府怎麼控制這些言論表達 其實美國從來不用言論表達 這個名詞來管制言論表達 可是你這些不管是各行各業 你雖然是電影業 你如果不配合美國的政策 美國可能就是查水表 或者所謂的圍警法法 到你家來把你這個 騷擾你用警警 美國都是這一套 所以就是說 你說美國有沒有政治審法 從這部電影裡面 同樣一個主題 也不是同樣一個影像 你就可以看出來 美國所謂的言論自由是假的 包括它的這個好萊塢 都深受華盛頓的控制 那所以就是說 這個情況我們就可以要了解 所以美國一直在自我標榜 它是多自由多開放多民主 其實在實際的層面 美國生活久的人 都知道在政治上 還是不要跟美國這個政府開玩笑 因為美國政府的查水表 事實上是查的不但徹底 而且查的很厲害 所以美國政府裡面 以前有人寫過 在美國政府待過的人 美國監獄裡面關過的人 他說搞了半天才發現 美國也是一大堆政治犯 可是美國的政治犯 比如說搞黑人獨立 黑人曾經在這個民權運動的時候 有一批人 是要搞黑人建國的 在美國境內找一塊土地 建立一個黑人國家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這個 美國原住民 他們也認為美國是侵略者 所以跟美國有政治上的衝突 那這些人都關在監獄裡面 都不是因為政治原因 都是其他的原因 就被關進去了 所以這個是美國的另外一面 我覺得從這個影片 就可以看出來 不過裡面始終表達的一個主題 就是說美國還是世界警察 對 這個概念 其實我是覺得 國際社會應該好好好 要幫助美國改邪規正一下 不要再致命為世界警察 可是你看這種主題 現在就格外的受到 美國觀眾的喜愛 英雄主義拿出來宣揚 好像提升美國人的自信不少 因為一隻一個受傷的警察 比一個健康的警察更危險 因為他現在不但這個身體 不是很完整 精神上也很受創 所以就要看這種電影來 來做精神的療癒 所以這麼受歡迎的話 我想因為美國人希望 還是希望他們自己國家 做世界警察 所向無敵 是到處主持正義 而事實上現在的國際社會 是不允許這樣子的行為的 美國必須要告訴他的好萊塢 不要再拍這種主題了 你所有這些行為 都會顯示美國是一個 不遵守國際法的一個霸權 一個霸權行為 應該在好萊塢的店裡面 就要教育他們的群眾了 那單邊主義在這個世界上 已經是這個世界上的罪惡的 罪惡的冤首之一了 這個我補充一下 因為中國大陸拍這類片 比如說戰狼或者空天烈 他都是在對抗恐怖主義 比如說戰狼就是喬民被夾持 他們是去救人 美國這部電影是直接去侵略別的國家 這不一樣 而且俄羅斯他說是侵略 他自己這樣不叫侵略 所以我想戒道士主要是在講說 你這個不能 你這個主題總要有一定的正當性 對 烏克蘭的國防部長也說 我們已經開始說到丹麥的魚叉反艦 飛彈了跟美製的自走榴彈炮了 這可以讓烏軍從更遠的地方 去打擊目標 要集成整個俄羅斯黑海艦隊 你看烏軍都放話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在另一頭我們倒是看到 亮哥 其實普丁現在可忙的 大家說他什麼 英國媒體不是都在那邊報了嗎 說什麼他現在已經什麼不在人世 甚至都說什麼怎麼樣 健康的因素等等的 可是現在人好像又好好的 通話跟很多國家的元首 包括有德國 法國 奧地利 甚至塞尾亞 那麼普丁現在倒是強調 德國 法國 你們聽好了 莫斯科現在對於恢復跟烏克蘭的談判 是有開放的態度的 但是拜託他有兩個要求 一個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 第二 不要再提供烏克蘭武器 因為會加劇這場危機 如果再提供的話 怎麼可能會去和談呢 來亮哥 他主要是在跟歐洲國家講 美國提供他 他們兩個也管不到對不對 不過我聽說 俄羅斯有跟美國做最後的提醒 所以你提供給烏克蘭 他絕對不可以打到俄羅斯境內 你如果打到境內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表示說他要不管你是誰 反正我就是要報復了 所以剛剛近平講的 那個憂慮是存在的 因為烏克蘭搞不好 不小心就打到俄羅斯境內 因為海馬是真的可以打蠻遠的 那我們現在就陸續看到 俄羅斯的回應都是有條件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可以跟烏克蘭談 可是你們不可以提供他武器 對 就是跟歐洲的國家講 而且他們要的就是明斯克2.0 就是英國美國是沒有參與的 是他們想要來主導 那他就說你沒有搞定 你如果德國跟法國都提供武器 那我們就不用談了 就這意思嘛 那一樣嘛 你說要讓我出口糧食 那你先解除我的制裁 所以俄羅斯現在的回應 並不都是完全同意啦 都是附臺條件的 那那個條件就是 歐洲回家要自己商量 那美國自己要想定嘛 那至於說這個魚叉飛彈 這個真的是很奇怪啦 因為除非黑海艦隊要打奧德薩 否則黑海艦隊所在的位置是 在克里米亞下面那個城市嘛 那個軍港 那距離奧德薩有300公里 魚叉飛彈的射程 大概就是80到100公里 你怎麼會打得到呢 對啊 所以除非是人家往奧德薩開 然後要準備要攻打奧德薩嘛 我怎麼不然我 難道我進來射程讓你打嗎 是 因為目前大家在抱怨 俄羅斯的那個海軍主要是說 他不讓那個糧食出去嘛 對 卡在那邊 所以並不是說他要打奧德薩嘛 那如果說你是要護航 那個烏克蘭的那個 那個古類船 可以出去啦 那魚叉飛彈有什麼用 需要的恐怕是 給了也沒效 沒有效果 因為魚叉飛彈我們知道 它大概就是射程 我們台灣有買嘛 大概就是80公里 那它有兩種嘛 一個是暗基式的 一個是移動式的 移動式的 那它基本上就是在針對 那個登陸艦作戰的時候用的 那俄羅斯又沒有要去打奧德薩 你是要怎麼消滅黑海艦隊啊 那個黑海艦隊距離 奧德薩很遠耶 是 所以呢根本就 我覺得這個就是烏克蘭防長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啦 他要集成整個 我不知道那個烏軍是防長啦 你這個就是騙人家不懂是不是 或者是他是不是在做一個預警 說俄羅斯你別想打奧德薩 尤其你不要用海軍來打我 有可能是這個味道 可是我們目前真的沒有看到 俄軍想打奧德薩的任何的跡象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